順豐速遞美國簽證 領設房 護照隨時被偷 兩個順豐職員由美國領事館出來 推著有鎖頭的行李箱下赤 不過沒有保安陪 免頭放一包用膠袋裝住的貨 這裏商王上不到貨汽 要推去對面聖約漢大廈給車廚 餐車來的嗎 全部是美金 美金嗎 對 不只美金嗎 說笑話 那些護照 護照嗎 都要你們送的嗎 甚麼都要做 吃了誠實豆沙包嗎 沒錯 美國領事館由13年開始幫襯順豐 將有美國簽證的護照送去給申請人 但全真社在4月底跟所職員3天 發現運送流程跟一般貨物沒有分別 護照送到速遞中心 職員就將部分護照放入鏡頭後面 這個長期不關閉的甲盤 望起上來 職員呢 但我現在說 在國家旅遊文件 是關乎出入境的話 我覺得如果這些文件 跌落一些壞分子 甚至到恐怖分子的手上 後果可能是很嚴重 他曾經在美國特工處受訓 說只要有心長期監察 要盜取護照和簽證來刪改 藝務身份其實不難 亦等於浪費美方審查的功夫 建議領事館安排特別通道 給速遞員交收文件 如果甲盤可以放在一間 封閉更多的房間 也在櫃桌上加強一些防攀爬的裝置 職員就算忙 不夠時間去關甲盤的門 都不會被人很容易爬過桂糖 順風暫時未有回應 美國領事館就說要些時間去了解 如果發現有問題 會採取措施九勝